這已經掀起來了 然後也產生一個波浪型的一個狀況 路上是不是整個變成波浪橋 是 那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從後面看起來 從肉眼看起來就已經產生一個波浪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所以說 小朋友或是產人在那邊走的時候 有可能甚至是會受到縫的一個牽制 然後就會踩到縫裡面 導致跌倒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其實是必須要被力氣改善的 甚至其實不只是一個步道的一個問題 連周邊的一個護欄跟護手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已經也破損的原因嚴重 甚至說它是一個非常銳利的一個面 這小朋友如果身高大概落在120公分的話 他其實頭甚至如果來的話不小心敲到 他都有可能會智傷的一個狀況 那個謝謝民眾的關心也相當支持海客館 那我們這個場域呢 現在跟我們的委外的團隊正在努力在做規劃 那希望能夠在我們夏季的時候 遊客正多的時候呢 之前能夠把工程把它改善完畢 現在我們正在努力當中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正在努力 那請民眾呢 我們暫時會將這個區域先圍起來 我們暫時沒有辦法上到這個平台來以免發生意外 那那個就請民眾走我們其他館區的一個道路 那我們會盡速在觀光機的時候 然後那個把這個工程把它完成這樣子 謝謝謝謝大家的關心 謝謝大家